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 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韩版天堂M12月6号更新的内容重点 本周重点内容就是A岸骑士再度进行技能强化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周的更新后 岸骑的反应并不佳 很多人反应岸骑可能打架不够强势 然后练功也没有一定的清怪能力 再来就是他的坦度好像也欠佳 所以这周韩版对岸骑做了大幅度的技能调整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技能是什么呢 神话技能卡里普索就是那个流星雨 他的能力是什么呢 他让那个debuff技能遗忘啊 他的技能冷却时间增加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技能本来是让目标的技能会全部进入CD 那他让那个CD时间再延长了 人家说你的debuff时间变相增加 然后第二个是经济 复仇屏障黑魔王 这个技能提升了什么 提升了那个复仇之剑 就是那个晕眩之剑的CD时间简短 再来是他的反平伤害 黑暗伤害增加 然后并且黑暗的那个反平伤害 会额外增加 穿通无视一定军力无视目标 目标防御的能力 然后第三个技能更新是止晕 暗黑暗黑之晕复仇者 他的晕眩命中率增加 再来是止反 复仇屏障复仇者 这个能力跟金色的反平是一样 增加了那个 降低了复仇之剑的CD 然后并且增加了反平时的反击伤害 还有他的反平伤害 会一定几率无视目标的防御 好下面一个是红反 红反的话就是复仇屏障 他的能力也跟上面纸反跟金反一样 都是复仇之间的CD减短 并且那个反击平常的暗黑伤害增加 然后暗黑伤害会一定几率穿透目标的防御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PVE技能的核心代表 暗黑之魂复仇者 这个能力的话就是虚空始魔的伤害增加 就是你那个放出去鬼火单体伤害会提高 然后再来虚空魔宠的目标逻辑会发生变化 这个说明比较容统一点的 我翻译可能是他就是这个虚空始魔召唤 召唤的那个条件改变了 原本是要击杀怪物才会召唤 他应该是把这个召唤的条件直接改掉 就避免到后期怪物血量过强的时候 他无法发动 下个技能红技虚空 虚空领域 这个技能的话CD时间减少 好再来暗黑不死 debuff时间增加 暗黑之晕 暗黑之晕的话晕命增加 再来这个就是白技的练功技能 暗黑之魂 暗黑之魂一样是虚空始魔单体的伤害增加 并且更改了虚空魔宠发动时的目标逻辑 这个可能是跟上面这个一样 就是他的触发条件不再是底下怪物收集灵魂 这么简单了 然后下面一个呃这叫做暗黑 暗黑防护增加了最大 hp 再来下面一个是暗黑暗黑守卫 这个技能那个 他会增加了物理呃就是防御力会再增加 并且在技能强化中增加了物防增加的选项 好这就是本周黑暗骑士技能再度优化的结果 那目前看来的话他第一个技能debuff的效果提升了 再来反平的整体能力是大幅提升 他的反晕滴力减短 再来是他的反平伤害也增加了 是否会超过骑士的反三呢 我们拭目以待 再来这是关键 我们很期待的是暗奇的pv究竟能不能回到t1 关键在于这个 黑暗灵魂跟黑暗灵魂复仇者这两套技能 到底会变多强 我们等改版后再来开函版帐号测试吧 ok我是妮妮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咯 大家拜拜